最近,在韩国爱心器官捐赠运动本部的网站上,网友留言表示自己看了机制一生生活二后,参与希望捐赠器官的登记。 网友们留言表示,通过机我知道器官捐赠能够挽救无数生命,对移植人家人的生活产生巨大影响。 看了机一之后,立马定了决心,在生命的最后时刻,我想通过有价值选择,成为某人的一线光明等等。 在机制一生生二一直有讲述器官捐赠的内容,像是在第三集,等待自己孩子被捐赠心脏的妈妈们交集的心情和苦。 还有第七集,在经过长时间的犹豫后,儿子决定脑死亡母亲的器官捐赠出来,在这集也讲述捐着的遗属门的苦恼和捐赠程序等。 爱心器官捐运动本部表示,播出相关剧情的这段时间7月1日8、11日的6周里,共有16231人进行器官捐赠的登记,比去同期的5576人增加三倍以上。 特别是,在器官捐赠程序数比较详细的第七集播出后,仅一周就有7042人参与,即比去年增加了11倍。 图,TVM机制一生生活二,Netflix机制一生活二新闻相关影音。